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益社会 我康康又回来了 虽然但是我老妹问了一堆R50的问题 但考虑到R50很小还有白色版 真的非常适合女孩子 我还是再再做一期视频 不过分吧 请大家再一次和我出发 简单来说 R8是R6的性能塞到RP的身体里 那么R50就是作为EOS R系列 即R7 210之后的第三台APS-C画幅 面向新手的机器 EOS R系列里面最小最轻的一款机器 好像说完了 感谢您收看 再见 我们重复一下重点 还有白色科学 好像又说完 感谢您收看 再见 高速连拍上 电子快门给到了15张每秒 电子前连来到12张每秒 非常的常规 搭载一块APS-C画幅的 2420万像素的CMOS传感器 搭配DX的处理器 老标配了 然后我老妹就让我翻译翻译 什么叫全像素双核CMOS AF技术 这不重要 你只需要记住它的智能识别 拍摄对象 对焦人车猫狗 锁得死死的 再来看看这个发布会上发布的手 是像手机操作的逻辑界面 创意辅助 功能相当于直接在机内给你套上Luds 可以单独调整照片的背景模糊亮度 反差保护度等参数 不用进入后期软件 直接出片发朋友圈 诶 这不就是那个 久得困难之后的姐妹们也不用担心 创意包围功能爱次快门除了生成一张常规的照片以外 相机自动给你推荐三个亮度和色调都不同的照片 让你发朋友圈的时候的纠结 也是入门相机总拍不了大光比 新增了高级A加辅助功能 直接机内进行HDR合成 直接把HDR的事情交给相机做 作为新手的大耳机器 可以让你纵横手持拍摄最大180度角的全景照片的全景模式 加能数也是有的 这个数码长焦附加进行功能 可以直接在机内实现数码变焦 虽然是数码变焦画质会有些损失 但对于新手来说 四手五入就是省了一颗长焦的镜头钱了 手动狗头一下 可以拍摄6K超彩的4K30帧无彩切视频 或者是1080p10帧的高帧率无彩切视频 录制时长最长可高达一个小时 我估计是电池限制 短片数码防抖可以配合镜头协同 也可以实现自动水平校准 Vlog什么东西啊 不在话下好吧 还有支持数拍短片和添加数屏信息什么的 我就不多说了 还有这个特写演示短片记录模式 如果是带货主播的话就非常好用 日常搬砖两部 接着方面 EOS R50黑色版本空气声328g 白色要重一点329g 262万像素22毫米眼点的OLED电子讯息 与3英寸162万像素的LCD测翻屏 就这相机测翻屏都有162万像素 单SD卡槽内置了WiFi蓝牙 带有HDMI-D型 USB-C的USB2.0以及3.5的麦克风接口 能够通过USB接口变成电脑摄像头 结果方面 从参数上来看全新的RF-S55-210是一个非常有性价比的镜头 它带防抖你感性 如果是出门留的话可以包里丢一只 如果白色版本的话 250用户必买 套机银色的18-45是250最佳选择了 毕竟买这台相机的群体 这台相机群体 大多数都是把好看版颜值放在第一位的 对吧 我的废物老辈 在一个方面 EOS250价格来到了4599元 搭配RF-S18-45套机5599元 总的来说 佳能的250非常的青春版 非常的小青春 非常的SE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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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R系列APS-C画幅的入门相机 对颜值作为第一要求的女生 或者精致男孩 不想去搞二手 就想买个好看一点的一手的新相机 EOS250作为新手入门 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社会的所有内容了 我水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 还有 EOS250 我们下次再见 下班